我得跟我儿子攒钱娶媳妇这个大的 你只要娶完儿子你还得有孙子呢 你这一辈子你把感情话的爱情你给了你的前夫了 你这亲情跟你儿子了 到时候啥都没有了 不怪大哥如此激动 只怪大姐心急太重 倒亏大哥是人间清醒 成功避坑躲过一野 聂大姐今年47岁 打工收入每月3000元有房 大姐你这皮肤这也太好了 这是跟我以前做的工作有关 以前我是一直从事美业的 就是做美容工作 在美业上 在20多年前 这是在学校学的 是专业学美容的 我学的东西比较多 还学过专业学过化妆 就是影楼化妆 皮肤护理 基础护理 然后那些纹饰 家家睫毛这些都会做 然后之后一直从事美容工作 从事能有十多年 因为从小爱美 大姐从踏入世会 就一直在北京从事美容行业 虽然事业已经干得小有成绩 但是为了家庭和孩子 大姐果断放弃了热爱的美容 失业回归家庭 有几个孩子 两个 我的就是头一个是老大 就是丫头 第二个 第二个是这小子 就是这一笔的孩子 好像三四 总比较坏的 人生的一儿一女和其幸苦 为了减少开支 大姐带着两个孩子 回到东北老家生活 丈夫继续在北京打拼 话说君住长江头 妾住长江尾 天天私居不见君 早晚的出轨 因为长时间的聚首离多 前夫有没有出轨不能确定 但两个人没了沟通倒是真的 她说过年过节的时候会回来 过节的时候都不会回来 过年的时候 就是过年的时候会回来 年前年后吧 能待半个月 就是那样 回来的时候我俩也不说话 就是她所有的事情 她都不会跟我说 打个比喻 就是她早上九点钟钟 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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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晚上十点钟钟回来了 然后我就问 这一天干啥去了 你去干什么去了 喝酒去了 那你跟谁喝酒去了 她这句话说 我说你认识啊 这一句话都把我打的 我不问了 从此以后都不会用 然后之后也经常吵架 就是因为这个经济问题 因为毕竟我在家带孩子 那就断断续续不给钱 总是因为这个经济 然后之后我就说 那这样维持下去这个家 也没有什么意义 我说那你就咱们离婚吧 然后她说 那就离就离吧 就这么 就这么两句话 就离婚了 离婚四年多来 大姐从没有动过再找的念头 不是不渴望爱情 而是为了保护儿子的幼小心灵 就为了孩子 我不想就是 因为孩子从小就是 从小到大吧 就是生活在这个环境 只有我和孩子的这个环境 他不会亲 我不想让孩子一下就接受一个陌生的一个人 他对他的一个心理非常不好的 不后悔 就是每当孩子叫我妈妈的时候 就是想说妈妈妈妈缠着我 我就不后悔 就当现在孩子 哎呀 这妈 我饿了吃饭 男孩变生了 唯一点都不后悔 就每当我和我儿子走到大街的时候 看我儿子 哎呀 咱们比我多高 一夸着我儿子胳膊的时候 那种满足感 不后悔 就是可以说我为了我儿子放弃了太多的东西 但是不后悔 可怜天下父母心 就算为了儿子倾其所有 大姐依旧无患无悔 如今儿子长大了 前夫那边给儿子安排好了新的学校 想到儿子马上就要离开自己 大姐急需一个知冷知热的人陪伴左右 孩子今年是上出山了 上出山了 明年就毕业了 然后等他毕业之后 就是他爸爸 他在那边已经给他安排好了 到那边去去 有一个高中 到那边去读 所以说从明年开始 就是我就像老个爷爷人了 就像自己了 孩子也不在身边了 孩子也不在身边了 有的时候 会感觉到那种孤独感会来的 就是也得为自己以后 得想一想了 而且那您想找个啥样的 现在 不要求就是 太过高的长相 因为我不太注重人类 这个外表 只要是他干干净净的 就可以 最主要是说 他自疼自热 这是最主要的 了解完大姐的情况后 红娘找到了今年53岁 打工收入每月4000元 有房的孙大哥 这个人 是啊 走吧 来 大哥 来 你好 救我 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吧 来 这个是孙世比 孙大姐 你好 这是聂美文 聂大姐 坐着 你好 听说 长得挺好看的 长现在已经身材也行 身高可以的 因为高高的个子挺好的 挺喜欢的 这个人面还可以 就是给你一种亲和力的被抢 两人见面后 对彼此的感觉都非常不错 落作后 大姐直接开门健身 了解了社保问题 你现在保险自己交吗 有保险吗 压了保险的 这么交 还有几年退休了 七百年 我能开 要按现在来说这么长的话 能开四五千块钱 能为自己以后打算的 挺被自己负责任的 把保险都建设下去 可以说挺远见的 听到大哥将来退休后 每夜退休金能拿不少钱 大姐更是飞机上茶粉 美上天了 可接下来 当孙大哥了解了大姐的情况后 心却量到了半姐 您是离异呢 还是说 离异 你呢 我也是离异 那你家是牙子小的 我家一牙一小 你家正好是 我一牙一小 那你孩子等会归谁了 孩子暂时都会归我 那你家孩子多大了 我姑娘二十五 我儿子十五 我儿子十五 十五 全上学呢 还是上班呢 我姑娘上班呢 我儿子现在上出山了 出山了 就是她的一个眼神 一个表情 就能分析到她的想法 她是在想 哎呀 负担这么大 儿子十五 然后呢 那以后呢 以后得怎么生活呀 对不对 如果生活到一起的话 孩子可怎么办呢 什么情况啊 这是要找个老伴来帮忙养儿子 聂大姐也是个聪明人 一眼就看出了大哥的小心思 赶紧做出解释 那呀 我两个孩子 当时就跟着我一下子 不说孩子明年就不在于这边 对 就是明年 他初中毕业了之后 就去他父亲那 因为他父亲在那边已经给他早好够中了 虽说大姐儿子马上就要去父亲那边 但是大哥心里明白 毕竟才十五岁 正是花钱的时候 将来还要娶媳妇呢 咱也不是考古队的 不能天天往坑里跳啊 以后就是你的女儿 你需不需要支付她生活费 我要姑娘吧 对 不 那你家孩子 我家孩子我姑娘不用我管 但是我儿子我得管 我儿子今天的事物 你必须得管他成年 如果是以后会生回到一起的话 毕竟我的孩子小 就是说我的收入 可能是说不会放在家里 狗咬皮影子没一点人味 你赚的钱全都留着眼儿子 适合拉撒全都花大哥的 合着只有你有儿女 人家没有啊 就像你头前的感情给了你前夫呢 现在你的感情全给了你儿子了 但我这儿子啥都没有了 你这我得跟我儿子攒钱娶媳妇这个大的 你只要娶完儿子 你还得有孙子呢 你这一辈子 你把这感情话的 你的爱情给了你的前夫呢 你这亲亲跟你儿子了 到时候啥都没有了 你 是两个人结合在一起 同时也是两个家庭的结合在一起 如果是接受不了对方的孩子和家庭 谈何处是能融合到一起 那是不可能的 我认为他是一种嫌弃 对我用嫌弃这两个字来形容不过分 你可拉倒吧 别给人家扣大帽子了 毕竟人家大哥也是长江里的石头 见过大风大浪的 不听你这忽悠 可大姐说了 别着急 让我要用华丽的语言和温柔的语调征服你 你这句话可能是我持于否认的态度 纠正一下啊 为什么要找就是一个伴侣 就是为了找一个就是能相扶相守 能共同走向后半生的一个伴侣 温暖地牵在你手去迎接晚霞和朝阳 不能说就是那个把所有的热情给他前面 后面没有了 那不是这样的 如果是说没有这份热情 也不会去去再寻找 大姐我看你不是要找晚霞和朝阳 而是来找翻票和钱包的 虽然说的比唱的好听 好在大哥依旧是人间星星 就是不往坑里跳 都是这么说 有多少就是因为钱财分到阳表 说一下都比唱的都好听 把钱往一块儿的搁那行 你才能往一块儿使进 他说我攒钱就是为了搁我而来 对不对 那我当时我就不干了 可不是吗 既然走到一起都不要分二心 两个人赚的钱放一块 双方的孩子都平等对待 这才是正八经的过日子人 眼看这位大哥肯定是不禁坑了 来 再给你扣一个帽子 我觉得你性格太急了 咱俩性格不合 不是说急 也不是说急 但是对他的话说明白 所以说咱俩说话就说不到 就是不在一个频道上 咱俩说话不在一个频道上 说你找个好的 很好 也祝你能找到一个称心如意的伴侣 好嘞 恭喜大哥顺利必肯成功躲过一劫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如果你也喜欢小滴分享的视频 那就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赞三秒钟 我是爱你们的小咖 咱们评论区见